很开心就是一年一度的粉红丝带防治月又到了 那很荣幸今年我还是跟衣衫一起来很开心 我觉得呢其实乳癌对我来说 我觉得为什么要这么重要 因为乳癌除了女生跟男生其实都是会得的 那尤其是女性她其实好发率是台湾排名第一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她的原因 我相信早一点发现就能够早一点治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来重复一下新鸣刚刚讲的话 大家好 我很开心可以跟新鸣一起 我们今年再度一起响应粉红丝带的活动 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 所以我们站在这边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 提醒大家 呼吁大家 生活你在怎么忙碌 你还是要定期的做乳房的筛检 那近年呢又因为疫情 我们都减少进出医院 那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一定要找时间 帮自己安排好去做乳房检测 我们知道预防胜过治疗 提醒大家一定要爱自己 关心自己 然后做乳房检测 谢谢 因为还没有那个功夫给大家 我想一下哦 我是自己在拍摄的过程中 有得到了蛮多的感动 因为其实整个过程中 不管参与的演员 其实都非常支持 然后这次在影片中 比较有一个小亮点是有加入了一只狗狗 是狗医生的一个角色 那他在陪伴癌症病患的那个过程中 是带来蛮多温暖的 在拍摄过程中呢 其实我就有蛮多 很意外的感觉就是 有很多的帮助 然后在不小心的瞬间 留下了很多感动的画面 就像刚刚医生讲的 就是他是一个桥梁 那能够让越多人知道 我认为就是乳癌 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但是真的当你发生的时候 该怎么做 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真的有很多人的支持 跟努力一直在陪伴着大家 真的不要害怕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的先生也有放立一个癌医中心 那他的前妻也是因为乳癌过世 那身边其实也蛮多人得乳癌 所以每年除了觉得乳癌的重要性 要提醒大家之外 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觉得当每年在这个月份 我觉得就变成一个习惯性的 每年可以跟医生在这里 我们也因为乳癌防治的关系 变成好朋友 那我觉得大家一起出来做工艺 然后来呼吁这件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然后也真的是想要提醒大家 重视自己的健康 我们其实在买疫苗过程 就是希望既然买了就能够早一点来 那大家都能早一点打到疫苗 就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嘛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尽力 把这件事情做好而已 因为现在还有第一季的人还没打完 那像我自己第二季都还在排队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人是想打的 我想就是呼吁大家 不管什么疫苗 其实我觉得就是都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 然后去尽快的施打疫苗 我觉得对我比较重要的是小孩 他喜不喜欢篮球 然后他没有学到运动家的精神 跟团队精神 然后他可以健康成长 那对我是比较重要的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